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明白了 你是想用这个证据把赵德延办了 不 我倒想重用它 赵德延这个人是无可救药了 可这个无可救药倒能派上大用 陛下 如果将赵德言派到草原十八部去 他还是那一套 您想想 草原十八部 还会是原来的草原十八部吗 有点意思 看来分化瓦解 也可以用这种办法 是 贪能生诸种恶性 如果将这颗种子种到那边去 后果可堪设想啊 这个赵德言现在是谋关心切 将他派过去 草原十八部呢 本来部落就松散 如果他们的内部争斗多了 陛下 但愿我们就不再有 心腹之忧了 可这是一个预谋已久的计划 杨真只不过是他们等待已久的嫁祸对象 我来给你们讲讲事情发生的经过 你们就明白了 王浩谷和你的老板娘长期通奸 早就计划好了要除掉老板 迟迟没有下手 是因为一直在等待一个最合适的嫁祸对象 慢走 最后他们等来了杨真 大人 你不能误赖好人 放肆 你不能误赖好人 不能误赖好人 大人 你不能误赖好人 你们都是我家的 我没有 现在问不得你说话 老实点 你送杨真去客房的时候 王浩谷就急忙地找到老板娘 不用多说 只说一句按计划行事 行了 随后你回来了 王浩谷就一直和你待在一起 你就成了他的政务 王浩谷把事先准备好的毒酒 送到老板房 您尝尝 这该是好酒啊 随后就跟你去了账房 好酒 静静地等着老板死 谢谢 到茶房的时候 他就趁你不在他身边的 那一小段时间 把伪造好的血 涂在杨真的刀上 而与此同时 等你们一离开账房 老板娘 就溜进了老板的房间 在尸体上 补了几刀 不会吧 那 那尸体上 咋会流出那么多血呢 既然刀上的血迹都能伪造 尸体上的血 又有什么不能伪造的 等你赶到老板的房间 你的老板娘 已经去销毁证据了 大人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有点奇怪的地方了 王浩谷送给我们老板的那瓶酒的酒瓶 后来我就再也没看到过 他早就被你的老板娘 当证据给毁了 怎么样王浩谷 我说的对不对啊 大人空口无凭 拿证据来 我当然有证据 案发前一个月 你到药店买了毒药 有这回事吗 我们重验了老板的尸骨 他是中毒而亡 拔王浩谷 和板桥店的老板娘 一并押到周府 留给周府 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审讯 李判官 我们也该回长安了 给陛下一个交代 做得好 杨真人呢 他本来是要到京城来上任的 所以也带来了 人怎么样 很激烈 杨真还是安排一下的 臣已经派他做了北门长 等他有了资历 臣让他做陛下的牵牛卫师 好 好几月的文书没有处理 这百姓 会怎么想象我们朝廷 莫以善小不为也 更何况人民观天哪 是 官中大悍 再凉下去 听说就是颗粒不收了 是不是要祭祀其余啊 各州都已经起过雨了 至今汉象不解 看来是要在京师举行朝廷祭祀了 是太常卿主祭吗 按理治是由太常寺操办的 但太常卿可以主持 不能主祭 主祭要天子 以示诚意 好 我来 不过主祭很苦 自古以来像祁宇这样的祭祀非常惨烈 不惨烈不足以感动上天 比刀伤剑伤如何 岂止是伤 要以性命奉献 都说天子至为尊贵 什么都不怕 其实不是啊 天子对上畏惧天 对下 畏惧朝廷和百姓啊 观众大汉 我畏惧 我畏惧 还是我来吧 在这边 我认为是在你身上圆满 我认为是在那里面 我认为是在这边 我认为是在哪里面 我认为是在哪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 好 你小心点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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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啊 陛下 你醒了 快 我这个皇帝当得不好吗 陛下心中装着百姓疾苦 陛下是一代明君呢 那为什么老天爷总是跟我过不去 老天爷的心思 谁能猜得头呢 我一番报复 要把大唐变成一个强国 我错了吗 你知道 我心中装着百姓疾苦 世事为国家照相 为什么老天爷要把我逼入绝境 难道我不该当这个皇帝 当初我想 我想用一个强盛的大唐 向太上皇证明 他选太子选错了 可是如今呢 难道是我错了吗 国家破败 太上皇都看在眼里 我拿什么向他交代 我拿什么向他交代 有救吗 历朝历代的明君 哪一个没有受过这样的困境 老天拿我们怎么样 我们没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就自己放弃了 陛下 要为太子做榜样啊 要为太子做榜样啊 我皇帝的应该做的 也是你将来应该做的 也是你将来应该做的 但你必须承受 但你得做好准备 因为有很多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因为你是大唐的继任者 所以你必须承受这一切 所以你必须承受这一切 别怕 这是每一个天子都得经历的 也许我不是当天子的残料 不 你是 我这几个儿子中只有你是 上天让你做了我们的长子 就是要让你来继承大唐的基业 父皇也不是长子 那不一样 你父皇 生长在一个邪恶的年代 如果不保护自己 他可能就被别人消灭掉 所以父皇他亲手杀了大伯和四叔 是的 如果不杀掉他们 就会被他们杀掉 为什么 为了皇位 亲娘也会对我下手吗 如果我不是太子 我绝对不会为了皇位 去杀害他 住嘴 你是太子 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所以你要当得起一个太子 来 我怕 不怕 不怕 做一个太子 不应该害怕 不怕 做一个太子 等到有一天 你父皇千秋万代以后 你就是劝天下的主宫 你就是劝天下的主宰 如果你都害怕了 天底下还有谁会畏惧你啊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在了 你要承受所有的责任 所以你必须做一个坚强不可摧毁的人 明白吗 不怕 不准吗 你是太子 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太子的地位 谁也动摇不了 不准备 关中大汗 其语无效啊 陛下 到了这种地步 立朝都允许百姓外地起食 现在看来 龙幼还插枪人意 陛下 应该开关放人 开关 那 草原十八部 会不会 又来抢人口啊 武德年间 西边 都是不开的 开了有麻烦 外有强敌 不开关 灾民便机民 机民 可容易乱啊 不开关 就开关 允许百姓们 起食 你们互部 即刻下放 起食关闻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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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好 行行好 给点儿吃的吧 行行好 给点儿吃的吧 吃吧 谢谢爷爷 好 当年我随秦王打斗剑德的时候 见过你和你孙子 到了长安能见到皇帝吗 能见到 见到皇帝 跟皇帝说一声 百姓的日子苦啊 拜见陛下 吕武 陛下 快快快 快过来 陛下 你家的永夜田 也旱了吗 旱了 种下的都白种了 吃吧 谢谢爷爷 你分分分 看你会不会分 你吃点吧 我是快死的人了 躲不过也就不躲了 我们家就你这一条根 你吃了你就留下了 人家都是卖小的活大的 不如把我也卖了吧 卖了我你们就有吃的 我也随人家吃去了 到了长安能见到皇帝吗 见到皇帝 跟皇帝说一声 百姓的日子苦啊 你去找房仙灵 就说是我说的 免去你说的那一家的租庸调 是 身体怎么样 好着呢 去吧 我当年的一个亲随 他告诉我百姓的日子很苦 我免了一家人的租庸调 陛下又错了 我怎么又错了 陛下此举不仅错了 而且十分愚蠢 韦政 你也太放肆了吧 陛下既然错了 为什么又不肯承认呢 皇权不下限 陛下直接免除民间一家的租庸调 宪令就难办了 我身为皇帝 这点权力都没有吗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陛下应该是什么都可以 可是解了一家的困难 解不了天下百姓的困难 若要解天下百姓的困难 靠的是政令 天下人口都有困难 那陛下一个一个去解 那叫解到什么时候啊 行了行了行了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事情了 现在我心中最大的事 就是草原十八部了 方权灵 在 你看这个事怎么解决 陛下 臣以为 陛下 这百姓辛苦的事还没谈完呢 怎么又谈到草原十八部来了呢 你 草原十八部不除 怎么过安稳日子 陛下难道不明白 除草原十八部靠的是什么 是百姓 是国力 你给我闭嘴 我现在不谈国力 让我闭嘴 那还要我干什么用 不如直接把我给杀了 还少费朝廷一份钱粮 卫生 你 开门 开门 陛下 这么早就下朝了 陛下 陛下 我非杀了他不可 陛下 莫 莫非是魏征又惹您生气了 还没有谁 这个香巴老 把我气死了 我 我不能杀他 我不能杀他 我杀了他 他就千古留名了 我成了千古罪人 我不能杀他 对不对 我不能杀他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皇帝被一个臣子给气跑了 这我倒是 头一回听说呀 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本分 是劝导陛下 而不是去触怒陛下 你看 我们怎么办 我不上这个道 我就是不杀 臣妾恭贺皇帝陛下 你 你干什么 臣妾恭贺陛下 恭贺我什么 大唐能有魏征这样的良辰 是陛下的姓氏 难道我不该恭贺吗 有你们这些人在 我想做个坏皇帝都不可能啊 那是因为陛下盛名才能把那些良辰吸引到身边来 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吗 陛下驾到 陛下 你们都在啊 你们都在啊 也好 省得朕去叫你们啊 魏征 刚才 是朕做得不妥 不妥 以后不会这样了 你说吧 今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朕不会再阻止你 陛下 刚才说到哪儿了 对了 打草原十八步 你们 溢吧 显灵 陛下 以我们现在的国力 打草原十八步很困难 困难 那么要多久啊 这要算比账才能知道 杜大人 这账都在你肚子里 陛下 以一百万人口算 每丁每年 交两担粮食 就是两百万担 一百多万 你算两百万 多出来的人 这一年的租 也是一个数目啊 是是是 可是 历年封王封爵 免租甚多 灾祸地区也有减灭 所以只能算是 一百万了 对 你接着算 这两百万担粮食 朝廷各项支出 需要六十万担 每年给草原十八步 大约二十万担左右 这样就剩下一百二十万担 还有一些零星开销 所以实际积累 只有一百万担 打草原十八步 至少要一千万担哪 一旦打起来 这一千万担 也未必够用啊 那你说该怎么办 办法有两个 一 增加税收 二 增加人口 可这增加人口 缓不济急啊 而要多增加税收 那现在的百姓 就负担更重了 啊 照你这么说 就没有办法了吗 陛下 这好比 一个人转身 那是很容易的 可大唐天校要转个身 就急不得 必须得慢慢来啊 不不不 转身说得容易了 这 应该像病 就像一个人得病 一天一天地吃药 慢慢地好起来 对对对对 天下的病 也要慢慢地好起来 会者 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我的观点 刚刚已经说明 现在的国力负担不起 每丁每年 就要两代 如果都是军粮呢 你们觉得怎么样 陛下的意思 是让天下都种谜子吗 怎么样 陛下 历代劝农丧 说的是大乱之后无人耕种 新朝劝农丧 让天下是生产 今年荒年不算 即使是丰年的话 要积攒国力 也不是光种谜子可以造成的 您看这地有南北 田又有水汉还有良节 适宜种什么随百姓的变 反而国力会积累得快些 是这样 对 所以历朝计算天下的财富 以前不以待 对了 还有考核官员的事 是 历代劝 你办得怎么样 已经向各州的官员发出了通告 估计他们很快就要到长安了 好 公元六百二十七年 贞官元年六月 官中苦悍 宣葬 宣葬成吉出关 开始他长达十九年的取经之路 被损了 那边被损了 你很快的 他想要把他抗扫了 我看他 再反过 你这种人 他想要到哪里 这个刀 他想要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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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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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您为什么是一个人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你要到哪里去啊 去西方佛国 为什么 有水吗 如果你到西方佛国的话 再多的水也不够啊 听说法险法师曾经走到过 你随我到我们的寺里好吧 我还要赶路啊 你到不了 你一个人到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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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到不了 您好 kon 走 你好 我 大汤栋梁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啊 这字写得好 谁啊这是 文章也不错 裴大人来了 裴大人 裴大人 关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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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过来过来过来 把这个放到那边去 是 去吧 我看看 好 你看看 这个 这个 你看看这个 立部口和官吏 我看是必要的 最近哪 星城里的考科名籍 已经送到了尚书上 但还不是全部 这两天呢 就会到齐 至于 各州的官吏 人都来了 考科名籍也送来了 这两天 这两天 长安的大小客舍 住满了还不够啊 有些人只能够在 城外搭起帐篷 我看哪 我们 大唐真是人才济济啊 是不是人才 得考核完了之后 才知道 武德九年 九年 会有如此多的官吏 不管他是不是人才 那都是武德的积累啊 我看哪 事不宜迟 武德 又蒲叶 中书令 兵部上手 你们 不能再拖延了 如果拖延 各地的官吏都到齐了 这个人一多 万一出点乱子 耽搁了考科不说 还会耽搁 各地官吏们返回 耽误了 他们给你来一个上书陛下 我不敢想 不敢想哪 我先听说 你钱 我自己说 还是要 我这 我先听说 你 我先听说 你 一 我先听说 我先听说 你 没完了 怎么样 怎么样 酱还是老的辣吧 估计啊 你还是被他算计了 是啊 这鸡飞狗跳的 几千人哪 这吃饭就不得了 言呢 又写了一大堆 我看都看不过来 而且现在 各地都是水汗之灾啊 朕记得官吏都不够用啊 乱哪 现在京师乱哄哄的 难道 没有一个解决办法了吗 武德年间就不是这样 考核是考核 选官是选官 你年里分开来做那是不慌不忙 行之有效 现在这样乱哄哄 还不如暂缓 一点一点来做嘛 天下太平 哪有那么急的事啊 孔子说 既来之则安之 小的 陛下不能安之 孔子说了也没用 这个事儿 我主管 若乱了 我请辞幼仆叶 立不上书吗 没有过不去的河 若此河一定要渡 那浪再大也要渡 官吏考核裁减停当 整个贞官就好过了 樊大士 以前都是八座议论 这次考核裁减 五季 你说了算 你说过就过 不需要发作议论 可 武德年间 现在 是真官了 这 我这个左仆叶 还是辞了得好 左仆叶 左仆叶 你真的想辞职吗 我也是急火攻心的 陛下 你原谅我的鲁莽 左仆叶 你还是先别辞得好 我可不想乱上家乱 不过 急下来 是 上绸缎五百匹 现在正需要人才 左伯爷 你一定要推荐人才 人才有 有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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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去年魏征出使河北 事后免去了贝州刺使赵德言 其实呢 赵德言未必没有政绩 我也去查了一下他的政绩 多债农丧 陛下 可否拙他去私农寺 这赈灾人手缺乏呀 是不是 可先用一下赵德言 左伯爷 好眼力啊 行 朕将有一个好职位 让他发挥才干 这些赈灾人 我看了一遍 那一遍 是